意大利观光名善威尼斯由上百座小岛组成 环境优美 1987年由联合国造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不过多年来大批游客不间断的密集造访 已经抽出威尼斯负荷 也影响当地古迹和生态 迎来联合国造科文组织先前一度警告 要求威尼斯改善 否则就要把威尼斯列入 冰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昨天意大利8月起禁止排水量 超过2.5万吨的大型游轮开进威尼斯 让这座古城正式逃过被标上冰为的命运 观望夜市威尼斯的经济命脉 大型游轮污染空气和运河 威胁细湖生态 多年来是环保人士和威尼斯居民的心头大刺 进航力目前只针对大型游轮 小型游轮还不受限制 除了杜绝游轮进入 威尼斯还有经常性的淹水和过渡旅游等问题有待解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意大利政府 明年年底前务必提出永续的管理测试 以确保威尼斯的优美样貌永存 张摄综合报导 明年年由于雅殿联合国教码 公司的文化 公司的交易 大型 Cal improb